智力竞赛综艺上 老婆一路过关斩将冲到决赛 接受采访时 问她有没有男朋友 见到她第一眼 我未来的孩子名字都想好了 现在只懂她的答案了 万众瞩目的那一刻 节目组给她准备了一个惊喜 随即她出国流洋的白月光走上台 笑着说道 我的答案是 我愿意 星光璀璨里 我看到柳如烟的眼神 隔着茫茫人海看向我 眼神惊慌失措 一个小时前 最强脑回路的综艺录制现场 我女友柳如烟过五关斩二将 一路杀进了决赛 高智商加上出类拔罪的容颜 让柳如烟几乎被内定冠军 眼看只剩下冠军争夺战的 最后一道大题 节目组突然卖起关子 插播了广告 采访起了柳如烟 她浅笑地看着镜头 说出了想等一个人的答案 引起观众纷纷猜测 她是不是要公开男友了 这也是综艺老套路了 在公布冠军之前 抛出个让人泪目的事件 制造舆论热点 看着演播室的转播屏幕 陪我一起来的兄弟 暧昧地撞了撞我的胳膊中 柳如烟这是打算跟你公开了 她才刚火就公开对象 真是怕你跑了 我笑而不语 化妆师在旁边给我化妆 哥哥不是吧 你是柳如烟的男友 音音音 等会你能不能给我要个签名啊 我小侄女特别喜欢她 化妆师一脸星星眼 我淡定道 没问题 包在我身上 柳如烟应该不知道我来了现场吧 不然就她那害羞的性格 怎么敢在节目上公开表白 要不是节目制作组有熟人 联系我说 想给柳如烟一个惊喜 我也不会贸然来到现场 此刻我们正在化妆室化妆 结果却正好看到 一群乌泱泱的人走了进来 被人群中围着一个 穿着长款白色毛衣卷发的男生 因为一直被助理包围着 根本看不清楚长相 他旁边的助理扫了一圈 目光落到我们这边 顿时只高气扬地走了过来 敲了敲我们的化妆桌 我们清哥不喜欢化妆的时候 有外人在场 闲杂人等赶紧清场 给我化妆的化妆师 尴尬地笑了笑 就撇了撇嘴 熟练地扛起化妆包 把我们拉到角落 小声巴巴 抱歉啊宁哥 我们躲着点 这估计是节目组 请来的压场男爱动 没必要跟他们起冲突 都这得行 兄弟气愤地攥住拳头 那也是我们先来的 明星就能抢别人为这吗 我拉过兄弟 笑道 无所谓了 我们本来就是借用化妆间的 很快化完妆 我被安排在台下等候 我一光发现 也没注意 淡定地拉开距离 他却突然侧头打亮了我一眼 突然笑道 你就是冠军柳如烟的男朋友 我礼貌树立地回道 他现在还不是冠军 男爱动吃笑一声 自信从容地说道 他一定会是冠军的 柳如烟 有这个能力 我诧异地看着他 不知道他哪里来的自信 难不成也是柳如烟的粉丝 节目紧张且刺激的进行中 终于 柳如烟回答对了最后一道问题 其他几个选手的答案都晚于他 全场观众站起 喝彩声音响彻整个演播室 我看着柳如烟从座位上站起 心力的容颜在聚光灯下 越发地出类拔萃 他嘴角上扬 微微露出一抹笑容 360度无死角 他是一个天生就适合舞台的人 我心脏狂跳 哪怕跟他交往五年 在此刻 也抑制不住心中激动的心情 也就是这个时候 主持人突然神秘一笑 说请来了一个特殊的嘉宾 也想一同分享柳如烟的冠军时刻 柳如烟微微一愣 什么人 主持人故意卖起了关子 当然是能给你苦等五年答案的那个人了 我有些紧张地扯了扯衣服准备上台 结果下一秒 主持人突然看向我们的方向 留情偶像团体 T16的成员 也就是我们冠军柳如烟的男朋友 东青上台 我愣在当场 怀疑自己听错了 是不是主持人把鸭场男嘉宾 跟我的名字搞错了 结果身旁的白衣男爱豆 突然伸手推开了我 冲我露出一丝得逞的笑容 随即 向一旁的工作人员说道 闲杂人等就别在台下碍事了 随即自信地走上了舞台 在柳如烟愣神的功夫 上前抱住了她 抱歉 让你等了那么久 那个答案是 我愿意 舞台上 俊男靓女 深情表白 美如画卷 舞台上放起了李花彩带 我僵硬地站在原地 好一会才反应过来 节目组的熟人紧张地小跑了过来 不好意思地冲我道歉 对不起 对不起 温宁 我也是刚刚才知道 导演请来了偶像东青 他出道不久 又正当红 节目组说他要是出场 一定能够上热搜 他们怎么给东青安排了柳如烟男朋友的身份 一定是搞错了 我已经回过神来 转头看向跟我道歉的人 不光如此吧 你们不是还调查到 东青是柳如烟曾经的前男友吗 我没见过东青 但是 我从柳如烟的嘴里知道过这么一号人物 六年前出国当了练习生 怕影响自己的前途 果断地甩掉了柳如烟 现在看到柳如烟火了 又追上来蹭热度了 想到东青上台之前对我说的话 他分明知道我的身份 故意地说给我听的 节目组的熟人表情尴尬 我没有多说 只是看向了舞台上的柳如烟 只见到他一脸的惊慌失措 伸出手似乎是想要推开东青 结果东青却很有眼力见的松开了手 他立即调整麦克风 慌张道 你们 结果麦克风在下一秒就没有了声音 我看向这一幕 收回视线 没多说 只是淡定对身旁的工作人员道 今天你们做的事情 我一定会追究到底 不管是东青受益的 还是节目组故意为之 准备接律师函吧 我转身准备离开演播室 节目组的人在背后目道 你不就是个小网红吗 还真以为自己是个万了 这事你告我们也告不了 柳如烟他早就知道了节目组的安排 他本人认证的 当然他说谁是男朋友 谁就是了 哦 是吗 柳如烟受益的 嗯 很好 那就一起收拾 我扯了扯嘴角 懒得搭理他们 拉过处于死机状态的兄弟 直接离开了节目组的演播室 兄弟跟在我身后 反应过来之后怒气冲天 咱们就这样走了 什么意思啊 把我们当猴子耍 明明是他们节目组邀请我们来的 我一句话也没说 低头沉思 兄弟忍不住上前拦住了我 你怎么想的 我们应该冲上台去解释清楚 你明明才是柳如烟的正牌男友 他那告白的话 肯定是对你说的 被那个什么男爱都给截胡了 真不要脸 我停下脚步 回头看向兄弟 冲上台去干什么 等着他们闭脉 制造一场演出事故 让舆论发酵 让节目组做收红利 兄弟也冷静下来 好一会才愤愤不平道 那我们就这么忍了 明明是他们邀请我们来的 现在给我们搞这事 柳如烟也是在搞什么 为什么不解释清楚 我摇了摇头 失笑道 你觉得你兄弟就是这么好欺负的 让人踩到我们头上土唾沫 虽然不知道柳如烟知不知道这事 但是最好的处理办法 显然不是上台 兄弟眼睛一亮 难道你有其他主意 此刻我跟兄弟已经离开了电台 我想了想掏出了手机 给柳如烟拨打了一个电话 预估这个时候他已经下台了 电话果然没有人接通 他参加节目 手机应该是放在后台的 但是没关系 联系不上 不代表我就什么都做不了 我突然问到 咱们今晚是不是有一场直播 我是一名八卦博主 靠着聊八卦累积了不少粉丝 在某视频网站上有两百多万粉丝 而我兄弟是我的助理 我俩一个负责露脸 一个负责运营账号 账号说小不小 但处理这事应该是够了 兄弟愣了一会 很快就反应过来 对 晚上八点给几个商家直播带货 但不是你要来参加节目吗 让我把直播给推迟了 难道你想在直播里面澄清这事 我让兄弟先盯准微博热搜 这次的冠军赛 是线上直播的形式 想必柳如烟跟东青的粉丝都闹翻天了 兄弟跟我合作多年 知道了我的想法 不光盯准了热搜榜 还突然调查了一下这个东青的来头 很快兄弟怒气冲冲地举着手机给我看 果不其然 这事已经上了微博热搜 美女学霸VS帅气爱豆 这是什么神仙CP 兄弟担忧地看向我 你别生气 这一定是东青他家买的热搜 就是为了炒作 这些网友都是被他蒙骗了 我这就去找人买热搜 澄清你才是正牌男友 我看他还有没有脸混下去 你先什么也别做 再等等 看看有没有别的热搜 我淡定地回道 等 还等什么 我没多说 摸出手机 登录账号打开了直播界面 大概是前两天的直播预热 我刚刚开播 直播间已经涌入了五六千人 看着直播间上涨的粉丝 我扫视屏幕 淡定地说道 今天是来参加节目的 不过出了一点意外 但是我有个是想问问大家意见 帮我替前女友想想小孩名字 要是选中 奖励888现金红包 弹幕瞬间就炸了 前女友小孩取名 等等 前女友 哥啥时候谈的对象啊 分手了想个鸡毛鸣 我疯了 我是课代表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您哥在方块电视台 今天柳如烟跟东青刚刚关宣恋情 我记得柳如烟的表白词 就是我见他第一眼 未来小孩的名都想好了 难道哥的前女友是柳如烟 我操 我吃到什么大褂 楼上发现了真相 擦 东青不会是小三吧 您哥快来的大爆料 求问 柳如烟是不是前女友 因为这事 直播间整个都炸掉了 有好事的人发到了微博上 没过多久 东青的粉丝就嗅到尾摸了过来 一瞬间 直播间涌入十万人 青青粉丝 我们东青独帅 其他人莫测我们清歌热度 什么18线小网红 来测我们清歌的热度 滚开 微博大军前来报道 这网红叫啥 温宁 什么玩意来测我们清歌热度 柳如烟都官宣承认了好吧 什么鬼前男友 刚刚翻了小网红的作品 呵呵呵 凉得要死 蹭热度是这个圈的常规操作吗 兄弟在一旁着急的跺脚 我淡定的没说话 就在这个时候 柳如烟的视频电话打了过来 我接通之后 慢悠悠的开了免提 随即将手机放到了一边 继续直播 那边柳如烟熟悉的声音传了过来 老公 我错了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 我还是清白的 什么鬼东西别来挨劳资 我想官宣的一直都是你啊 那个鬼什么东青 是节目组安排的 我现在已经跟节目组闹崩了 我马上联系律师 起诉节目组跟东青 老公 你说话好不好 你在哪里 我找遍电视台都没找到你 我见他说的差不多了 咳嗽了两声 淡定拿起手机 柳如烟 我在直播 柳如烟在视频那头愣了一回 我本以为他会生气 不过他很快反应过来 是你的大号吗 等我 等等 要不要我先跟直播间的粉丝打个招呼 我觉得 暂时没人想见到你 包括我 说完我挂断了视频电话 整个直播间满屏问号 刚刚是柳如烟老婆的声音吗 好甜 好奶啊 我想看看柳如烟啊 我们想看他 现在柳如烟估计在跟我们东青在一起呢 怎么可能出现在这个18线小网红的直播间 笑死 直播间众说纷纭 尤其是东青的粉丝 开始大量刷屏 兄弟忧愁地盯着我 让我先屏蔽声音 现在怎么办啊 这些人压根都不相信 让柳如烟发个澄清微博的消息 不着急 事情还不明朗 兄弟一直在关注着微博 此刻躲过我的手机 设置了直播静音 然后怒气冲冲地骂道 那个绿东青刚发微博了 你看看 他妈的 说我们碰瓷 到底是谁碰瓷啊 真不要避免 我接过兄弟的手机 看到东青一分钟前发了一条微博 人生重大的时刻 没有想到会被蹭热度 只能说 你开心就好 才不过一分多钟 转发已经几千条了 评论全是对我的恶评 大多数都是说 我有心计蹭热度不要脸的 我冷笑一声 这人可真有意思啊 就在我看微博的功夫 直播间突然刷起了 满屏幕的梦幻城堡 一连着刷了50个 如果没记错的话 这一个就得要人民币2888 这一口气就刷到了15万块钱 直播间的所有弹幕 在插那间 全部被这大手臂给淹没了 而刷礼物的账号ID 温宁家的柳如烟 老公 别生气了 上节目的通告费 我全部刷给你 消消气好不好 这条评论挤满了整个直播间 想让人不看见多难 弹幕直接炸掉 有人说我自导自演的 本尊都在线打假了 很快有粉丝反应过来 啊 真的是柳如烟啊 我顺着号摸过去了 是柳如烟认证过的大号 在线表白啊 节目上的那个是剧本吧 这才是柳如烟的本命老公 我终于客对了CP了 我更猛逼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到底哪个姐夫是真的 想哭了 我见舆论发酵的也差不多了 而且很快 柳如烟那边也发了一条置体微博 上面只有一句话 我在节目上表白的是我男朋友 温宁 至于东庆为什么会出现 我不知道 是节目组安排的 我在台上就解释过了 但是被节目组逼卖了 希望节目组跟东庆工作室 向我男朋友道歉 不然我男朋友所遭受的所有攻击 我都会截图保存作为起诉证据 然后下面放了一张 我跟他的合影照片 兄弟围观了所有的热搜消息 一直张大了嘴巴 我擦 你是怎么知道 柳如烟会配合你的 竟然是节目组搞的事情 我就说你们家的恋爱恼柳如烟 不会干出这种事情来 常规操作罢了 他的热度不是所有人都能蹭的 尤其是一些阿猫阿狗 我让兄弟收拾一下东西 我们现在回家 不等柳如烟从电视台出来一起走吗 我扫了一眼电视台 缓缓说道 他要是能出来 早就出来找我们了 想必应该是被什么人给堵住了 没事 老情人叙叙旧嘛 我们回去等他好了 我们回家没多久 热搜已经被顶翻天了 越来越多的话题出现 东庆翻车 节目组好心机 让正牌男友在台下看 上台捧新人 东庆他防线场 求东庆的心理阴隐面积 没等多久 门就被打开了 柳如烟一进屋就到处的乱餐 见我躺在沙发上 这才松了一口气 抱 换鞋 我头也不抬 柳如烟顿时将话咽了回去 然后换了鞋子 这才慢吞吞的走了过来 宝宝 我错了 咱们这事就一笔勾销了好不好 我面无表情的盯着他看 你倒是挺自觉 但你这事怎么就做错了 他可怜巴巴的看着我 鼻尖急得通红 我真的不知道节目组是怎么搞的 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找来东庆 还把你交到现场 但你放心 我已经解决好了 节目组跟东庆我都一起告了 谁都别想欺负我们家老公 我叹口气 撕下了面膜 我不是说这个 事情我都了解了 我只是想问你是怎么想的 在节目上跟我表白 吃错药了 柳如烟剑我没有发火的样子 顿时嬉皮笑脸的凑了过来 用毛茸茸的脑袋蹭了蹭我 那还不是你一直不向我求婚 我没办法 只能出此下策 我不向你求婚 明明是你不同意走婚 嘿嘿 我后悔了不行吗 当我就是 就是太紧张了 加上节目组说 这段采访必须要发自肺腑 最好是深情表白什么的 行吧 那东庆呢 不打算解释一下吗 我话音刚落 就看到柳如烟厌恶得皱了皱眉头 随即说道 他没什么好说的 据柳如烟自己交代 他发现台上的人是东庆后 第一时间就把他推开了 还想要解释 但话筒被节目组给避卖了 他直接冲下台来找我 但是被东庆跟节目组的人给拦住了 节目组解释说 是为了节目效果 而东庆更是表示 自己只是接到节目组的邀请来表演节目 这不过是个整骨游戏 但是他不接受这种没有沟通的整骨游戏 所以全程没有跟东庆说过一句话 就这样 没其他的了 还能怎样 我肯定是清白的 你相信我 我只是奇怪一点 东庆为什么要这么做 柳如烟嗤笑了一声 为什么 当然是为了炒作呗 他惯用的手段了 听你这意思 好像有些怨言啊 不知当讲不当讲 你这个前任呗 我试探的问道 说不生气肯定是假的 没有哪个男朋友不在意自己女友的前任 尤其是我跟柳如烟已经谈了五年 前不久刚见完家长 处于准备结婚领证的重要时间段 这不得提前做好备条工作 柳如烟缓缓缓的深吸了一口气 这话就说来长了 那就长话短说 一百个字总结 柳如烟的脸憋红了半天 今天不说可不可以 可以啊 晚上我自己抱着被子去沙发上睡的 不说 主打一个生闷气 第二天一早 我手机就被打爆了 经过一晚上的时间发酵 事情已经演变到全网皆知的程度 兄弟给我打电话来说 东青那边连夜撤热搜 但是都撤不下去 已经好多他代言的品牌方跟他终止了合约 兄弟继续道 昨天你让我查他 可算是被我查出来了 你猜猜他为什么要突然上节目 还去蹭柳如烟的热度 为啥 闲得蛋疼 想重新追回柳如烟 兄弟神秘一笑 一个娱乐圈内部人员跟我说的 东青之前在国外出道过一次 听说他背后有金主大佬 之前在国外惹了某个男星 被打压了 还被金主大佬给甩了 然后他灰溜溜的回国 重新参加团综艺出道 但是他年纪大了 在男团里面也不吃香 所以 所以他就想舍弃偶像身份 想走演员的路子 私底下接触了好几部网剧 但是人家嫌他名气一般 所以都不可要他 他估计就是想蹭柳如烟的热度 想炒作跟柳如烟的恋情 接拍那部大制作的网剧 什么网剧 就之前柳如烟推掉的那部过 兄弟这么一说 我顿时明白了前因后果 柳如烟不愿意做演员 也不愿意会娱乐圈 主要原因是因为他的家庭 他爸爸是圈内的导演 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拍过一两部出色的作品 虽然这几年没有拍过 什么筷子人口的电视剧 但是他经手的也都是些大制作 柳如烟本来也应该是 走演员这条路子的 毕竟他出类拔萃的长相 是先天优势 但柳如烟却极度厌烦当演员 包括这次去上最强脑回路的综艺 还是因为我之前喜欢刷这个综艺 偶然说了一句 这里面的学霸多好厉害 他听完之后 吃之以鼻 没过两天就突然告诉我 他报名了最强脑回路 非要让我见识一下 什么叫真正的高颜值学霸 吃醋他是认真的 恋爱脑他也是认真的 兄弟说的那部国欧网剧 导演正是柳如烟的父亲 那个见我第一面 就冷着脸的严苛长辈 我大概明白了事情经过了 手指不停地翻动着位阶来电 很快一个陌生的电话号码 打了进来 我接通之后 对方直截了当 温宁 我是东青 我们见面谈谈热搜上的事情吧 哦 不想谈 说完我就按下了录音按钮 东青顿了一会 然后继续道 你不想知道我跟柳如烟的事情吗 不想 没兴趣 我懒懒地回道 东青G2-3的吃憋 语气总算是从那种高高在上 变得有些气急败坏了 你说吧 解决这事情 要多少钱 50万够不够 只要你去发条微博 承认跟柳如烟早就分手 这次是你蹭热度 我可以明天就把钱转到你账户上 东先生 你是不是脑残严情局看多了 拿钱杂人的戏码 不腻码 或者说 你到底知不知道 一个200万粉丝的博主 一年到底能有多少收入 东青压抑着怒火 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突然笑道 看来是没得谈了 你不就是个18线开外的小网红 装什么 我打电话给你 只尊重你 想跟你商量 你要是不是好歹 那后面可不要怪我不给你留面子 我要想抢走柳如烟 只需要一通电话的事情 你信吗 我一开了手机 淡定道 你试试呗 对方气急败坏地挂断了电话 我若有所思 结果这时卧室门外传来柳如烟的声音 老公 我能进来吗 我要跟你汇报一件事情 没等我回话 某人已经熟练地挤了进来 他穿着一身款式宽松的睡衣 头发有点乱糟糟的 白皙的脸上忐忑不安 蹲在床头 可怜巴巴地举着手机朝着我晃了晃 东青给我发了消息 约我见面 我打量着他 并没有看手机 有些好笑道 他约你见面 你告诉我干什么 柳如烟皱起了眉头 有些不乐意了 你是我男朋友 我难道不应该告诉你吗 你怎么表现得那么淡定 你不会真的要甩了我吧 我有时候真的服了柳如烟的脑回路了 一根精 不知道说他是单纯还是单纯了 手机拿来我看看 消息确实是东青发的 柳如烟 抱歉 我真的没有想到事情会演变到这一步 我真的不是有意的 我也是被节目组的人给套路了 你知道我这么多年的愿望 不过是想要在娱乐圈追梦而已 你难道就忍心 曾经那么深爱的人 陷入舆论学过中吗 嗯 茶里茶气的 从头到尾没提过 被这件事情伤害的我 如果我不是个网红 只是一个普通素人 遭遇这件事情 我只能打落牙齿或血吞 如果柳如烟不帮我 那被网爆的人也是我 现在他却编造自己可怜的谎话 博取同情 柳如烟一直打亮着我的神色 你放心 我一点也不同情他 这条路是他自己选的 有什么可怜的 我这就给他回消息 让他死了这条心吧 我已经找律师做了起诉 还发给他 以防万一 我将手机截图了短信部分 然后还给了柳如烟 你去吧 跟他见面 柳如烟盯盯着我 半赏才到 他约我出去 肯定是为了找人偷拍 我不想被他利用 也不想你再受到伤害 柳如烟的目光真诚 轻力的脸上 带着难以言表的温柔 我呼吸一顿 失笑了两声 忍不住抬手揉了揉他的头发 你要是不去 他还会继续折腾的 这件事情 你比我更难脱身 我们要做的是 解决这件事情 不是逃避 一家低调的小酒馆包厢中 刚进门 就看到了东青 穿着一身淡青色的衣服 外面套着个棒球外套 帽子 口罩 墨镜全都折上 拜东青所赐 我跟柳如烟也火了 哪怕不是明星 也不能像往常那样 正常出界了 柳如烟握住我的手 大大咧咧地 坐在了东青的面前 说吧 这是怎么解决 东青此刻 已经摘到了墨镜和口罩 见到柳如烟的那一刻 眼中闪过一丝欣喜 不过在看到 我跟在柳如烟的身后进来 他表情瞬间有点凝固 你 怎么把他也带来了 柳如烟痴笑地看了他一眼 他是我正牌男友 我为什么不能带他 我可不想让我家宝宝误会 我跟什么阿猫阿狗纠缠不清 东青脸色有些难看 不过还是强行地 挤出一抹笑容 应该的 这件事情 我本来就是想要 对你们两人道歉的 他是叫温宁吧 幸会 初次见面 之前听柳如烟说起过你 他伸出了手 表情友好的看着我 我坐在柳如烟身边 似笑非笑地看着面前的东青 妙阿 开口第一句话就是陷阱 要是普通人听到来自前任嘴里的 我听柳如烟说起过你 估计早就炸毛了 一句话就挑拨了 我跟柳如烟的关系 我要是无脑一点 估计现在不发作 回去也得跟柳如烟吵架 我没跟他握手 只是淡淡地说道 咱们不是第一次见面吧 前两天在节目组的后台 不是还见过吗 你抢了化妆间 又在台下推开了我 自己上了台 茶医表演吗 谁不会呢 柳如烟看向了我 握着我的手指紧了紧 转而愤怒地看向东青 你还干了这种事 这么多年了 你这嚣张跋扈的性格 真是一点没变 东青顿时慌张道 没有 你们真的误会了 宁哥 我可以叫你宁哥吧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当时我只是以为 你是个工作人员 没有想到 你竟然一直记挂在心上 我现在就跟你道歉 我深深的鞠躬弯腰 他这一招 把我搞得骑虎难下了 反正嘴巴长在他的身上 他只需要一个劲的扮演弱者 道歉就好了 嗯 我小心眼 你的道歉不诚恳 我不接受 早在来见东青之前 我兄弟那边已经查出来 在录制现场发生的事情了 节目组本来确实是想要我上台的 但是在中途 有人接到了东青方的电话 对方说自己是柳如烟 六年前的男友 两人因为各种误会分手 正好柳如烟在节目上公开表白 如果他出现在现场的话 一定能够引发舆论热度 而我一个素人 就算被表白了 也无法引起什么剧烈轰动 一个当红爱斗 一个素人网红 节目组自然选择了前者 这件事情就是现实版的 黎毛换太子 本来天衣无缝的 正常人遇到这种事情 也就认了 毕竟谁能拒绝一个偶像的施爱呢 但谁让柳如烟压根就不是 正常人的脑回路 所以 东青可一点都不无辜 从头到尾这件事情 都是他一手策划的 东青大概是没有想到 我完全不按套路出牌 而且柳如烟还在一旁帮枪 对 不同意道歉 凭什么要原谅你 东青脸色铁青 身体晃了晃 瞬间在我们面前栽倒了下去 我跟柳如烟两人都没有反应过来 我第一时间上前查看 担心这又是他的什么新手段 结果他的脸上苍白的毫无血色 倒不像是装的 柳如烟也在旁边愣了 你是不是低血糖了 东青悠悠转醒 努力地撑着身子坐起来 抱歉 闹笑话了 我确实有点低血糖 给我一颗糖就好 柳如烟站在原地没动 但我明显感觉到他在犹豫 我知道他的性格 便抬头对他说道 你出去给他买个糖吧 柳如烟一脸纠结 盯着我没说话 去吧 人命关天的事情 柳如烟看了我一眼 又扫了东青一眼 最终还是着急地出去了 等柳如烟离开包厢之后 我立即放开了东青的胳膊 他也重新坐回到了位置上 扶了扶刚刚凌乱的发型 一点也不像刚才虚弱的样子 我双手还胸 盯着他 柳如烟已经被你支走了 你要想跟我说什么就说吧 东青青笑 用手撑着下巴 得意地看着我 你刚刚看到了吧 他还在意我 记得我滴血糖 我还记得以前跟他在一块的时候 我因为滴血糖 总是被他念叨 后来他怕我发生危险 总是会随身带着一盒糖 这样便能随时照顾我 我玩味地看着他 没有说话 他却自顾自地说道 就算他现在跟你在一起 又怎样 他还记得我的生活习惯 你跟他在一起五年 不过是当了我五年的替身罢了 他人太单纯 不好意思拒绝你 不过没关系 我现在回国了 他很快就会回到我的身边 见我一直看着他笑 他嘴角扯了扯 你能留住他的人 也留不住他的心 恋爱游戏罢了 他玩够了 自然会选择自己最爱的那个人 说够了吗 我不耐烦地打断他 在他错愕的眼神中 失笑地开口 我还以为你能说出什么有营养的话来 没有想到还是这些老段子 本以为你是个高级星级男 现在看来你的级别也很一般啊 你以为说出这些话 就能挑步我跟柳如烟了 你只是想利用这件事情来达到你的目的 那么我很抱歉地告诉你 你失败了 我坐在椅子上 慢悠悠地用手指翘着桌面 柳如烟不是你照之急来挥之急去的玩物 我也不是 你还有什么手段 尽管试试 只是我劝你 老虎不发威 不代表我真是冰猫了 你再跑来避避搞事情 我不介意采取一些特殊手段 我说完这句话之后 东青脸色比之前还要难看了 就在这个时候 柳如烟回来了 东青见状 立马伸手狠狠地给了自己一巴掌 脸颊瞬间被伤红一片 然后摔倒在地 这一套连招我看得都忍不住喊666 他为了当演员 还真是下了苦力的 柳如烟推开门 刚好看到东青躺在地上 东青顿时吸睛上身 惊恐地盯着我 宁哥 如果你揍我能消气的话 你就打吧 是我做错了 但你不要跟柳如烟发脾气 他根本不知情 柳如烟身体僵硬地在门口站了好一会 我也看向了柳如烟 这系路不会骗到这个小可爱了吧 结果柳如烟愣了三秒之后 迅速地关上了房门 盯着我没说话 过了好一会 他突然摸出手机 对着东青的脸就咔咔拍了几张照片 做完这一切 他才痛心疾首地盯着东青说道 我本来以为你只是性格坏 心也坏 没有想到你脑子也坏了 自己打自己不手疼 你是不是想栽赃我们家宝宝打了你 然后找人拍照 发网上去网爆我们 东青被柳如烟的话弄得戏都演不下去了 干巴巴地说道 你在说什么 是温宁他为了消气打了我 结果柳如烟冷笑道 你真把我当杀笔吗 你做坏事之前 能不能动动脑子 你脸上的手指印 大拇指是朝着耳朵的 如果是我们家宝宝打了你 巴掌的大拇指是朝你嘴巴的 别说 要不是柳如烟提醒 我都没有想到 顿时若有所思 则则 这算不算是事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东青也愣住了 脸上有些尴尬 柳如烟伸手拉过我 上下打量了我一遍 似乎为了确定我没有受伤 这才松了一口气 回头对东青继续放狠话 刚刚你在外面安排的狗仔 已经被我抓到了 你死了 拿我们会面的事情炒作的心吧 我压根对你没有任何的旧情 现在不会有 以后也不会有 也不瞒你了 我跟温宁昨天已经去领证了 我们现在是合法夫妻 你要是再来挑拨离间 我不介意让你跌落谷底 再也爬不起来 放完这段狠话 柳如烟转身拉着我就离开了包厢 下午的微风吹来 小酒馆的门口 柳如烟紧紧地握着我的手 刚刚你是不是被东青吓到了 我愣了一会 淡定道 没有 倒是被你吓到了 柳如烟得意地扬起嘴角 不用太崇拜我 不过是稍微有点脑子的人都看得出来 更何况你压根就不会打人 为什么我不会打人 我好奇地盯着他 我在他的面前一向表现得十分彪悍 他怎么对我的人设认知不够清晰呢 第一 你不屑于对这种傻逼动手 第二 就是那个大拇指印 太明显了 哦 你观察的挺仔细的 他顿时挑了挑眉 瞬间粘巴巴的 将头抵在我的肩膀上 你给我挖了陷阱 我扑式笑了一声 顺势裸住了他的腰肢 也不再逗他了 回归正题 你刚刚不是出去给他买糖吗 怎么又跑去抓狗仔了 柳如烟脸黑了黑 谁给他买糖 自己滴血糖不知道随身携带吗 我直接给他打了120 免得他出了什么事情 赖到我们身上 至于狗仔 我进来的时候就看到那个包厢窗户不对劲 他们这种当明星的 都是很小心的 出来吃饭怎么可能不拉窗帘 故意留着口子给人偷拍呢 所以我打了120之后 顺着那个窗户的角度 找到了偷拍的狗仔 没有想到真被我抓到了 我忍不住竖起了大拇指 伸手掐了掐他白皙的脸 你可真棒啊 今天干得漂亮 柳如烟被我这么一夸 顿时像小狗跟主人邀功似的 不光如此 刚刚我还找酒馆老板 要了监控摄像头 但是包厢里面没有 不过也没事 只要证明我不是跟他单独见面就行了 这样他也闹不起什么疯了 这下子我是真惊讶了 没有想到柳如烟会考虑的那么仔细 本以为他是个傻白甜 原来他的智商是在线的 那为什么在我面前装成小可爱 很快救护车停在了酒馆门口 那我跟柳如烟已经开车离开了 不出我所料 当天晚上东青再次洗涤热搜 东青跟柳如烟私下见面 一次被柳如烟男友当众掌官 东青刮伤住院 一次被打 曝光柳如烟一脚踏两条船 当年甩掉东青 如今又曾热度 兄弟电话给我打了十几个 问我到底什么情况 什么时候去见了东青 我也解释不太清楚 因为此刻我的微博跟视频网站的账号 全都被粉丝们充满了 大量的恶评和私信 我倒是无所谓 但是这次的舆论不光是冲着我一个人来的 还有柳如烟 有网友晒出了当年柳如烟跟东青交往的照片 还有人扒出了柳如烟的身家体系 不知道是不是东青方恶意引导的 如今变成了我当年插足柳如烟跟东青的恋情 导致两人分手 柳如烟变成了渣男 我变成了插足的别人的小三 我深呼吸一口气 虽然早有预料 于是我通知了柳如烟 他看完之后没说话 好一会才看着我道 宝宝 交给我吧 后续我来处理 你确定你要自己处理 不需要我帮忙吗 我看着他轻声说道 柳如烟笑了笑 你能不能相信你家宝宝 就像之前在节目组的时候 你坚定的相信我不会做出那种事一样 我错愕的看着柳如烟 没有想到他会提这件事情 原来他心里一直清楚 那天我开直播 其实一直是有风险的 一旦利用不好 我将会承受所有的网报 如果我不信任柳如烟 在听了节目组的人那番话后 认定柳如烟之情 跟东青勾搭在一块 直接撕逼 那我开直播的时候 柳如烟只要一否认 证明东青才是他的男友 那我就会被推到风头浪尖上 可我太了解柳如烟了 也相信他对我的感情 所以我才会无所畏惧 因为不管我做了什么 柳如烟都会无脑占我 替我兜顶 我捧着他的头 轻轻地在他唇上亲了一下 我相信你 那天东青给我打电话的 录音视频我还在 他想算计我们 恐怕还没有那么简单 我凡是喜欢留后手 未雨绸缪 没有想到倒是派上了用场 上午东青在微博上占了上风 但是很快柳如烟就在微博上 发了一篇快三千多字的小作文 作文用词和逻辑十分严谨 不光举例说明了 他跟东青当年的具体分手时间 还有各种一些聊天记录 大概用一百字 总结了他跟东青当年的事情 后面两千七百多字小作文 全是我跟他的恋爱细节 这特喵的 小严谨 随后他还上传了 东青给我打电话 开架的录音视频 跟之前我们剧酒馆 拿到的监控 跟狗仔偷拍的照片 这些铁锤一般的证据 摆出来之后 微博炸了 舆论瞬间一边倒 东青心机难东青 拿钱砸人封口 刘如烟到底是没有做得特别过分 比如东青背后 金主大佬的事情 他没提 但抵不住网友们会罢 很快就有狗仔爆料 东青之前在国外出道 被金主当金四雀 不光如此 东青在国外期间 私生活十分不检点 跟好几个女导演 和演员偶像私下 都有亲密来往 这下子东青算是彻底他房了 他房之前 东青如他所愿 火了 彻底火了 不过是黑火的 他的微博账号迅速的被封禁 他的经纪公司 也对他提出解约 他即将面临巨额的天价违约费 而这一切不过 都是他自己造成的 因为这事 我倒是暴涨了几百万粉丝 许多之前网报过我的粉丝 都来后台跟我留言道歉 还有人总结了这件事情 惊讶的发现 从头到尾我都有参与 不管是被节目组框片 还是开直播证明 又或者录音视频 我从头到尾表现的 都十分沉着冷静 宛如一个军师 于是我的身份也被人扒了 柳如烟正牌男友 毕业于哈佛 我擦 双学霸 难怪智商那么溜 这神反转 好爽啊 但是告诉你们 柳如烟家境也不赖啊 真正的门当户队 我把明政局给他们搬过来吧 请他们在线结婚 我对网上的留言一无所知 因为此刻 我正在家里准备求婚仪式 客厅被玫瑰花还给淹没 中间漂浮着几个气球 上面歪歪扭扭地贴着柳如烟的名字 我单膝跪地 从口袋里面掏出钻戒 笨拙地练习着求婚 老婆 嫁给我好吗 而柳如烟带着一个猫耳朵发姑 开门进来 见我呆愣在原地 立马捂着嘴巴夸张道 宝宝这是你给我的惊喜吗 见我没有说话 柳如烟凑到我跟前 声音温柔道 你表现得那么好 给你个奖励吧 我歪着头看着他 奖励我什么 他歪着头想了想 那奖励你以后跟我一个户口本吧 上门坠续 我点了点头 继续道 入坠可以 但我只有一个条件 把你那两千七百字的小作文删掉 他愁眉惨淡 不删可不可以 我觉得写得非常棒 可我只想一个人看 说着将他拥入怀抱 傻瓜 小作文应该换我来写 而不是你 我不等他反应过来 便低头靠近他牛耳边 低声说道 谢谢你这么坚定的相信我 选择我 未来我不会让你说的 谢谢台爱 彼此彼此 我看着他 毛子里都是笑意 全文完